民国100年11月23号 当年桃园县长参访在地企业国洋巨伞的工产 了解业者经营新路历程 国洋巨伞是代理制作200多种国际精品品牌的知名洋伞制造企业 不过业者努力求新穷变 从创意设计着手 积极联系在地艺文人士洽谈合作 终于在当年推出与艺术创作者吴仲宗合作的洋伞 把一幅名为金秋的画作转印在伞面上 美观又实用 也借此把台湾的好艺术推广给全世界 那不管再怎么样 你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故事 那一个故事最好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文化 那因为我是以外销为主 那我就结合我们当地的一些艺术家的产品 然后把它结合在我散的上面 然后行销到全世界 让所有世界人看到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 能够很显现在商品上来突出的一个市场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当年桃园县长肯定业者求创新的用心 不仅让台湾制造的名声养名国际 也让原本单纯制造洋伞的传统产业工厂转型 多了设计研发元素 是桃园众多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最好示范 并期许业者能再接再厉转型为自由品牌企业 让台湾好散受到世界肯定 记者的综合报导